因為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房屋事務委員會通過了國旨的計劃 但是政府當時說 有檢討會即時拿回來我們做一個匯報 現在就用語言勵述 就是初步檢討 所以不用跟我們說 但是檢討之後 為什麼要即時拿出來跟我們談 什麼理由 因為它說初步檢討未得最終檢討 而且還要再推出去 跟我們當時的原則是完全違背的 怎麼可以現在這樣解釋給我們 所以我覺得有件事很重要 你一定要跟局長說 要譴責這件事件是不對的 做錯了 要不然它下次再這樣做 黃毓民議員 我想政府真的要具體答覆你剛才的問題 就不要剛才在這裡疑惡 防委會說過的話 你都要拿來這裡 你現在的解釋就是說 要推出第二輪 但是剛才梁耀聰說得很清楚 我們在2012年 我將我自己上一年 不就是2012年那個發言的要點 都讀一次給你聽 我們當時是反對的 所以基於這件事 如果張超雄這個動議再提 就是自己玩自己 上次提了 都叫它各自 那你現在再提這個各自 有什麼意義呢 你不如提一個就是說 你以後防委會 通過的東西 或者說我的東西 就是要拿來這裡 這樣還有意義得多 你想想一下 這個已經講過了 2012年已經講過了 做議員做來這樣 真的好死得了 有什麼用 年年當然這樣提 好 我們只剩下五分鐘 大家同時 同時 同樣的東西 上次又叫它各自 來啊 多謝你啊